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身高160公分 拥有超级可爱的外表以及美丽的皮肤和F照备的巨乳 但他是一个性爱怪兽 超级喜爱男人的命根子 2019年出道凭借他性感的身体发疯般的表演广受欢迎 业余爱好就是每天宅在家中看动漫和电视剧 当然一夜情也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小学初中高种都参与了空手道运动 并有在地区预选赛中获得第一名和参加全国比赛的经历 拥有空手道黑带 尽管他的级别未被透露 初中时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BL小说 从此他就爱上了 开始大量阅读 当他厌剑漫画时就开始看同性恋视频 他观看的第一部色情影片就是同性题材 剧中两个人互挖对方的菊花 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厌恶 反而为之兴奋 很喜欢看长相漂亮可爱的男人被告局 但前提是他们要有一个大鸡膊 进入暗黑界的诱因是他20岁来到关东地区 23岁前一直是一名护士 有一段时间在想 是否应该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或换一份工作 既然自己喜欢性爱 喜欢公共场合啪啪 对色情片也感兴趣 为什么不成为AV女优试试呢 于是他在网上提出申请 与他的老板进行了面试 色情行业对他来说就像天堂一载 他认为色情表演是一种职业 在公共场合爱爱 然后被很多人看到是令人兴奋的 当然这也是他的性癖 非常喜欢让人看到以及被一大群人乱入的狂欢 他很愿意在极端的情况下不计报酬做这件事 在ENKI 0100等 为他准备了大约30个专业男优 知男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团体 对他来说这是一份大礼 当一个大鸡膊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他的眼睛发出痴迷的目光 完全忘记是在拍摄 真实的银性暴露出来 全程无套 乳白的液体不断的灌入体内在流出 场面一度混乱不堪 对望月灵相来说 除了黄金 其他硬核题材都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横斌流星和韦夷的黄金 他可能也会吃下 简直太恐怖了 因为自己的职业以及欲望 他私下没有男朋友 并且也不想交男朋友 从未感受过爱情 也从没有真正的约会过 只谈过一次正式的恋爱 而且还没有和那个人发生过关系 跟自己有接触的男性 除了片场的工作人员 更多的是叶青 在采访中被问道 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个粗长硬的鸡膊 你是否会跟他持续发展 他则表示 好的鸡膊是要留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永远看到不同的鸡膊 而不是同一个 因此有人说 他像是爱好鸡膊的收藏家 喜欢男人的类型是温柔 正常脾气好 有大鸡膊的人 最喜欢粗长硬的鸡膊 而为了性爱 他曾经甚至取消了一个朋友 婚礼的余性节目 去见一个从约会网站上 找到大鸡膊男人 时刻都保持欲望高涨的他 早上醒来时 他需要自慰来释放肾上腺素 晚上睡觉时也会自慰 但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自慰会让他变得清醒 所以只能拿起手机 寻找新的猎物 约出来见面来满足自己 之前还在网络上公开章目 如果你超过这个尺寸 请联系我 发一张你勃起的照片 有些人会说 比这个小可以吗 或者我并没有那么大 但我有技术 这就像说 我还没有拿到驾照 但是我可以开车吗 即使你长相很帅 也没有用 因为在他心中 男人的鸡膊 就是他的脸 其他都是附属品 虽然他喜欢可爱的脸蛋 但并不想要一个可爱的鸡膊 所以如果他有一张漂亮 可爱的脸蛋 和一个大鸡膊 那就太好了 顺便说一下 验证尺寸是一个iPhone14的长路 他真的很强壮 一点也不累 并且时刻想被更多的团体乱入 即使在拍摄完成后 还是会在约会网站上寻找猎物 从来没有对性感到满意过 哪怕一次也好 渴望把一百个业余爱好者聚在一起 与他一人PK 就像一场奈利赛 看谁先投降 他最喜欢的AV女優是松轩奶 日本最好的菊花女王 从出道就一直想开发菊花这件事 超级高兴终于做到了 本以为会有点疼 在进去时很不舒服 但深入后感觉超级好 两栋插入的时候 他哭得很厉害 之前从未在一部影片中哭过 也由此爱上了菊花爱爱这件事 他打算今后全身心的 投入到菊花电影中 确实在他之后的影片中 出现了大量菊花体制的影片 以上就是关于汪越老师的介绍 接下来进入影片推荐观点 顺便一提 以后将会用更简短的方式 来介绍作品 避免剧情透露太多 第一步WAAA 032 望越以男主是一对夫妻 由于丈夫经常不喂饱 饥渴的妻子 所以只能依靠自卫来满足自己 而丈夫对此事以习以为常 隔天丈夫的黑人同事来到家中 请求望越来教他日语 在不经意间发现黑人的巨型龙羹后 他就无法控制的吃了下去 而之后的日子里 还有其他男人出没家中 而望越也会用身体服侍对方 直到有一次家中聚会 妻子诚实地在丈夫面前 展示了与黑人发生的一切 还不停抱怨侮辱着他的丈夫 当乳白色精华被射入体内后 还要求丈夫给自己舔干净 完事后 再拉着三位黑人 进到了属于夫妻的卧室 玩起了四屁 三血齐开的打戏 至此影片结束 第二部SDDE661 光月老师是一位电视台的高冷主持人 却被厌烦的下属使用催眠笔控制 先是被当成玩具各种玩弄 最后让其在电视直播时灌成喷射 直接射死现场 在催眠的快感中毁灭 第三梯队的作品如下 这些作品多为极端的身喉 菊瓜 鼻沟等重口内容为主 而作为硬和痴女 真身喉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我所标注的真身喉是什么意思 所谓真身喉是指龙根插入喉咙后 可以从脖颈清晰的看到龙根在内部的运动 而市面上很多作品是看不到这个画面的 只有极少的硬和女优会做到 望月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而她在影片中表现出高潮的状态 算是她的标志性之一了 那就是双眼上翻 空洞无声 可以说把阿黑眼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上作品是以抖M身份出演 而DN-R-066则是以众口女S与美波沙耶一起约的男M 包含了大量的让M吃呕吐物与口舌的巨型 非众口者侮辱 以上就是关于她的作品推荐 车牌放在前面